媳妇,咱们白日里也能圆房吗?我娘说白天不可以的,要是被外人知道了,要被笑话的。 你这么辛苦,身体没有什么不适。 宋九心头打鼓,停了半场,看着神色不明的婆母连忙摇头。 我不怕辛苦的,有什么活儿,只管叫我做就是。 是个勤快的孩子。 人婆子没有提白帕子的事。 你是带着嫁妆进的人家门,接下来这一个月你好好的照顾老三就成了,可不准再像今天这样,大清早起床劈柴。 咱家人手多有柴手,老三的腿受了伤,你得时常帮他按压按压,早点康复。 宋九应下,不知他婆母有没有看到三房屋里留下的白帕子,这一关大概应该是过了的吧。 媳妇儿,过来。 她来到床边,不动声色地揭开被子,就见里头的帕子已经被取走,这一下她放心了。 看来,她婆母是信了她,成了人家的三媳妇,她可以放心了,不会被赶走。 夫君,你先躺床上去。 媳妇儿,咱们白日里也能圆房吗?我娘说白天不可以的,要是被外人知道了,要被笑话的。 娘说的是对的,圆房是晚上的事,咱们现在不圆房,我就帮你揉揉腿,这样就能早点下地了。 媳妇儿,那晚上我们多圆房几次。 好,你先躺下。 媳妇儿,不知道怎么回事,昨天晚上我抱着你睡觉,这儿就有些不舒服。 不舒服? 宋九朝着她指着的方向看去,瞬间脸红,连忙别过头去。 她只说当她是个取暖的人,却没有想到她也是个正常的男人,只是她不懂而已。 看来以后晚上被她抱着,还得提防着她。 媳妇儿,我以前睡觉从来没有过,就昨天夜里,我还做了个梦。 一定不是个好梦,果然,任荣常昨夜做春梦了,她一脸天真地描述着自己在梦里的事。 宋九终于没忍住,伸手捂了她的嘴。 媳妇儿的手好香,软软的。 宋九连忙收回手,不能再让她讲下去了,万一窗户外有人偷听,那不得笑话死。 夜里,任婆子趁着老三媳妇儿洗澡的时候,她来到了三房屋里, 交代老三明儿个,她媳妇儿得回娘家一趟,就半日功夫,莫缠着她媳妇儿不让走。 娘,我能走,我要跟媳妇儿一起回娘家。 你明天回门,我叫你大哥赶着牛车送你回去。 你劝一劝老三,他那腿脚步灵便,也太不懂得说话,就不要去了。 宋九睡得正香,总感觉似乎床边有人走动。 她半夜惊醒,就见她的傻丈夫绕着床沿不停地走,额头都冒汗了,也不停歇。 媳妇儿,我明天就要跟你回娘家,我会赶牛车的。